2019年7月6日,伊朗方面报道称,以色列一艘潜艇,已经潜伏到波斯湾地区,并且没有跟随美国航母战斗群,而是自己航行在波斯湾附近阿曼湾秘密潜伏下来。 209型海豚级常规潜艇 以色列这艘常规潜艇,是以色列海军的德国制209型海豚级常规潜艇,配备了以色列国产的射程,长达2000公里的潜射型航导弹,可以从阿曼湾发射,覆盖整个伊朗纵深前进。 伊朗方面认为,以色列海军潜艇,严重威胁了波斯湾航道的危险。 因为以色列潜艇,将假冒伊朗海军潜艇,偷袭波斯湾、阿曼湾过往的游轮。 特别是波斯湾在5月、6月内,连续两次发生了爆炸席船事件。 伊朗当时就认为,是以色列摩萨德联合以色列海军潜艇部队所为,从而嫁祸给伊朗革命卫队挖人部队。 伊朗,炸油轮就是以色列嫁祸的,而以色列常规潜艇,潜伏到伊朗身边。 一个重要目的,就是核威射伊朗。 以色列使用国产潜射巡航导弹,可以打击伊朗纵身的核设施、导弹地下基地等重要战略目标。 并且以色列偷袭伊朗后,并不知道具体的袭击国家。 甚至可以将开战的责任,推给美国。 同时,以色列的潜艇,可以在伊朗执行间谍输送活动。 执行秘密针对伊朗的军事任务。 以色列潜艇具备远端巡航导弹打击能力。 以色列并购的德国潜艇,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, 以色列潜艇是特殊打造的,特别是其拥有相对宽敞的内部空间。 比德国使用到的209级常规潜艇要大甚多。 并且鱼雷发射管为八距,其中一距为650毫米鱼雷发射管。 主要用于发射远端前射巡航导弹。 由于和周边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, 以色列海军,相当重视自己的潜艇部队建设。 目前,伊朗所带来的远端导弹威胁。 以色列海军,不可能像美国一样。 拥有航母可以威慑伊朗。 而以色列派出潜艇部队,也可以挣巴金的威慑伊朗。 并且威慑伊朗全境。 以色列潜艇部队 以色列海军认为高效有序的潜艇部队。 能够与法国和英国海军,保持相同的技术水平。 甚至考虑到这些国家使用核潜艇的事实。 以色列潜艇部队,也能相应地保持一致的水下和威慑力量。 以色列海军潜艇部队考虑可能发生冲突的国家,而且还考虑到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威胁,以及现阶段没有冲突的国家的海军发展。 包括埃及,土耳其等国海军。 所以,以色列海军,十分看重潜艇作战。 目前,以色列已经向德国订购了9艘214型强大的常规潜艇。 新潜艇将取代以色列海豚级的第一艘,第二艘和第三艘潜艇。 这些常规潜艇是在1999年加入以色列海军,即将面临退役的时刻。 未来以色列还会更新潜艇部队。 现在以色列海军潜艇,轮换部署在波斯湾地区。 以色列海军,目前拥有6艘常规潜艇。 到来预计在2021年前3艘潜艇,已经达到20岁。 以色列训练潜艇,达卡尔型,已经到了30岁。 以色列海军,将使用全新的214型常规潜艇。 以色列海军这一次选择了AIP动力潜艇。 这使得常规潜艇,可以连续多天在水下。 而不用升到海面,或降望静深度。 即减少以色列潜艇被发现的机会。 伊朗P-3反潜机。 面对以色列海军潜艇的威胁。 伊朗方面表示,已经派出大批美制P-3反潜机进行巡逻。 严厉监控以色列常规潜艇的动态。 只要P-3反潜机,发现以色列潜艇立即打击。 如果发现偷袭立即击沉。 对此,美国方面强势支援以色列。 美方表示,看谁敢阻拦以色列部署潜艇。